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的誓言 识施血管 南宫流云 我把你吸干你身上的每一滴血 吞掉你身上的每一丝力量 哼 就凭你们几个臭层那小杀我 我自量力 呃 看了一个暗中操作 已经变强了 天地书记 照地神雷 雄雷阵 破 也高兴得太早南宫流云 我们是杀不完的 你体内的黑暗血脉和我们本就是同源一体 永远也别想摆脱 早晚有一天 你会成为密室邪神 零风 属下在 你必须看着那个苏家小姐 不要让她离开苏府办吧 遵命 当务之急 是要确认这个丫头的空间能力 得去趟练云丞相师父求证 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哈哈 小姐就这么被带走 下次绿罗了 还好你回来了 否则明天太子也想不起 太子妃去哪儿了 我可怎么交代呀 什么什么 太子妃 小姐你不记得了 一时没想起来 小萝莉你接着说 我不是小萝莉 我是绿罗呀 好 都是绿罗不好 没有保护好小姐 从小萝莉开始就不对劲 肯定是脑袋被打出毛病了 可让我可变得小姐呀 你才有毛病呢 别哭了 怎么才能闭嘴啊 来来来来 绿罗乖 你家小姐太久没打架 有点头晕而已嘛 你多跟我说说话 没准就想起来了 快说说 我和太子这段姻缘 是怎么回事 太子妃 我这人设不错 当然啦 这可是皇上亲典的婚约 当年小姐你一出生 就天生异象 神鸟朝拜 人人都说必成大器 皇上特意下旨 让你和太子殿下结成婚约 这可是我们俗府无上的荣耀啊 嗯 不错 像个女主的配置 这什么东西这么难喝 是好不容易从下人院子里找到的 八年晨绿茶 小姐还说要攒着过年喝呢 我已经堂堂太子妃 就需要大衣啊 小姐你又忘了 因为你是废柴呀 哈哈哈哈 自从五岁那年 小姐在天赋测试上暴冷 天赋为灵 根本不能习武 就再没被人正眼瞧过了 太太气得一病不起 老爷把我们赶到这偏远来住 最可怕的是苏西小姐 处处欺负人 就是想取代小姐你当上太子妃 知道明天太子殿下要来赴宴 居然还下毒手 现在唯一能保住性命的办法 就是顺利与太子殿下成婚了 小姐不愿意 难道是因为 晋王殿下 谁 就是把小姐带走的人呀 我就说晋王殿下怎么会突然前来 原来是和小姐有一腿 太好了 晋王南宫流云 可是整个大陆天赋测试第一的强者 最强攻击力雷系法师 必须反对负第一的修炼者 据说还有可能费伤为神呢 论实力和身亡 晋王甚至比太子还要厉害 有他在小姐肯定 你停停停死心吧 太子也好王爷也好 本小姐一概拒收 男人这东西 从来就不能相信 而且正常的王爷会来纠缠我吗 无故献殷勤 非奸极盗 赶紧洗洗睡了 你才非奸极盗 你们全家都非奸极盗 没良心的臭丫头 王殿下还专门派我来保护你 这身体还真是各种陈年旧伤 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刀伤倒是不见了 老天让我再活一次 这一世 我苏洛绝对不会再被任何人利用见他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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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我敬你一杯 又来 怎么每次都要打扰我的好兴臣 不过来 你们姐哥 躲下去 殿下倒是悠闲哪 刚收到消息 南宫流云今日去了测试神殿 将神殿毁得一干二净 还去向不明 什么 他眼里还有没有我东陵皇室 还不是你们没用 大陆第一的暗杀组织鬼刺 还统统失败 若是能轻易杀死 你我二人又何须谋划这么长时间 好在黑眼血脉激发 灵力暴走 他现在也不会好过 他现在也不会好过 还有件事 南宫流云并非孤身前往 还带着一个女人 能让我这不济女色的弟弟待在身边 这些人 恐怕不简单吧 此人殿下也认识 是护国大将军苏府上的四小姐 哈哈哈哈 巧了 本宫正打算去讳讳我这个废物 乐队 荒唐 入梦 孤影苍茫 此生 知恨 错付过情长 何惧何从也曾彷徨 躲躲转转仍在你身旁 手握泪停万丈 换天地为止动荡 未必见的模样 是一份倔强 十分极光 手心上翻柳纹的滚烫 我眼底还有泪滴在膨胀 青丝缠仍然薄凉 不悔一群共银着酒 最坚强 人不胜百千蜜藏 混蛋中爱一直迎了方向 为你痴狂 就作飞蛾扑火 心愿的场 说是谁派你来的 我依我的英雄名发誓 我是不会说的 再替我做件事吧 你就是苏洛 苏洛见过太子殿下 他简直是丧心病狂 苏洛嫉妒臣女才貌 昨日进到拥兵工会 满胸下毒 有这回事 你抵拉也没用 我们可有证据 此乃委托文书 请殿下过目 把他给我关进地牢 快向老爷认错吧小姐 我的太子妃 要罚也是本宫带回去 亲自调教 你这么贪心 有人可是会不同意的哟 这个人是谁 他是北城宫的少主 拥兵工会的会长 北辰颖大人呀 好 谢谢